一定有那么一个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自以为和王子出国追求幸福的冯化成 却不曾想落得个染病残死街头的结局 刚是生下了一个混血的私生子 所谓的虚无缥缈终究是惊花水月一场梦 那点所谓的才气早就已经消耗殆尽 本就是女学生对她的崇拜给她镀上了一层金光 现在认清现实自然是各奔东西 冯化成一人独自在法国街头 就算有点才气也难以施展 于是叶叶声歌放走 最后竟然被查出患上了病 回想起自己曾经幸福的家庭 她知道自己就算是回头也没有路了 就连治疗都不配合的冯化成 很快就病重到不能自理 这时候曾经跟她还是山盟的王子 恨不得躲得巴掌远 冯化成到处留情 甚至让一个法国女人怀了孕 最终别人带着孩子上门的时候 冯化成却因为病入膏肓一命呜呼了 别人经过辗转调查才得知 冯化成在中国有一个女儿 更是查出了周荣的身份 于是不远千里带着混血的儿子上门 表示当年周荣和冯化成离婚的时候 财产的分配压根不公平 现在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孩子 除非把冯化成该得的钱分出来 这时的周荣早已经投入了蔡小光的怀抱 守护几十年的男配角 终于取回了男生 其实是有些趁火打击的意味 当时的周荣失去了父母 正处于悲痛中 蔡小光及时出现给了无限的温暖 因此才能抱得美人归 再加上现在冯月考上了清华 正是家中要供养大学生 最需要用钱的地方 和冯化成离婚后 自己可以说跟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关系 不找他要冯月的生活费也就罢了 能不成还要养活他的私生子 多知冯化成染病去世之后 周荣心中倒也隐隐有些触动 两人的分开即便是因为冯化成出轨 可也算是和平分手 彼此只是没有了爱情而已 毕竟是同床共枕十几年的夫妻 更是育有月月这个女儿 彼此之间的回忆也还算是美好 就算是没了爱情也有亲情在 于是最后答应给这对母子一万块 这也算是他则前妻的人之意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